大家好,我是Billy仔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英國港橋協會的Basso 他現在就在英國港橋協會幫助英國港橋協會 去處理一些關於香港人或者香港人的精神健康的事情 在開始之前,我們請Basso介紹一下自己 你好,Billy仔,我是港橋的Basso 應該怎樣介紹自己呢?從事業背景開始 我想我來英國都五年,主要是心理學背景的 之後也去了做心理治療 一直做的時候,來到的香港人,香港的移民 很大壓力,適應很多問題的時候 其實身心健康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希望可以鋪到服務欄 提供到一些專為香港人的身心健康服務 這樣吧 OK,了解 那有沒有說,為何這麼多服務 可能呢?其他人可能要去學一下英文 是不是真的來到這裡學英文,對不對? 因為這裡說英文很階級的,對不對? 如果你講一些,講RP 又跟你那些Cogney English 又不一樣了,在英文看到個人的階級 你又不是搞英文班,不是搞那些旅行團 而是搞一些精神健康的有關的服務給香港人 主要是因為我英文不是特別好 好,我認識那一篇就是心理健康 那你一個人想學好英文,想融入得好 那要先自己調節得好 那調節得好,那你學什麼都會容易些 你會容易些學得到,學得好,心機會好些 精力會好些,希望可以做到那一部分 那他們就會主動去找英文來學 主動去融入社區多一些 希望由那個源頭著手 這樣就可以有多一些motivation 是的 如果一個人太孤單,又不開心 就扔掉自己 就可能沒有motivation去擁有 尤其來到的抑鬱,焦雷 最先會影響的就是出去做事 出去找事做的動力 沒什麼心機做,什麼都不想做 越收越埋 尤其在外國生活的時候 問題尤其嚴重 就會令到出去買東西又不想 可能出去買東西,醫生在哪裡 這些東西都未必想知道 那你自己越收越埋,越跌越深 是 對 那你自己會不會有遇到一些情況 或者知道有些人遇到一些情況 所以說 除了特別是想 除了教英文 特別是想提供精神健康 和身體健康方面 都多 其實就算說自己 我來讀大學的時候 都會有 覺得孤單 覺得空虛寂寞 覺得冷的時候 一個人自然就會 不怕出去 怕我出去 如果我什麼都不懂 如果我當失路怎麼辦 如果我搞不定怎麼辦 說英文人聽不明白 我的口音很差怎麼辦 越不開心 就容易多這些事情 其實那時候已經很想 如果有個人 可以在旁邊 放一放 一起出去 在那時候 裝情緒很低的時候 不是下下想出去見人 不是下下想出去 認識朋友 想成 有時候就是 連朋友都不想見 那就是覺得 這個就是 我經歷過的事情 那我想說 可能很多來到的香港人 適應的時候 都會遇到困難的時候 那就是想要 有個人在旁邊幫忙就好了 是啊 我都很認同你的說法 因為 我之前都是英國讀書 我也是住在倫敦 那你知道 這個所謂倫敦總占濕雨點 是吧 就是呢 去到秋冬天的時候 那個 日休息時間又少了 差不多 起床 起床 那天又陰陰的 是吧 然後做了一陣子 學習完學之後 然後回到家 或者離開那個建築 那天又是黑的 是吧 然後 還有很多生活的壓力 讀書也好 工作也好 然後 有時候 就是坐在一個地方 就是 看著那個天 又會在那裡想很多事情 然後跟朋友說 是吧 又不太方便 可能未必有這麼多朋友 我跟朋友說完 一會兒別人以為你借錢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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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開心 是不是真的要借錢去 去尋歡樂 這樣 喝酒 是不是這樣 然後 還有你跟朋友放 放庫 是吧 又不是可以 你放得十次 別人嫌你煩 還有你出去 集團 別人這麼開心 你自己一個人又要裝開心 回家就很累 是不是 所以我都 多顧慮 對 繼續 對 多很多顧慮 就是你有種 又不想 又不想將自己負面的情緒 和你身邊的人 可能又會害怕 人家會不會嫌我煩 等等 然後 冬天尤其 也有個情緒病的 term 叫做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就是說你冬天會更悲哀 簡單的就是叫做 SAD 是 所以就是說冬天尤其 你又不夠維他命D 你又日照時間短 好像永遠都是陰陰天黑黑 就變成一個人更加down 更加不開心 更加什麼都不想做 又不出去 可能又借走消囚 可能又自己一個人的房子很多 這樣的時候就會完結 那時候就很辛苦的時間 是 這樣 我知道你們最近有個新的計劃 就是特別好像是 我們剛剛講過的那些話題 現在講到很青春 這件事 因為已經是幾年前的事 我在英國住的時候 請你簡單介紹一下 你那個計劃 手中的事情 有什麼可以幫到他們 你現在做的 好 剛才講了很多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 突然間忘記了個字 都是一些引入位來的 就是想有一個人陪伴 我們就連同Frive London 就推出了一個 叫Project Reach的計劃 就是希望可以為 在倫敦的移英港人 提供一些家訪服務 我們會安排義工 上門和你去做家訪 可能是和你聊聊天 和你出去散播 和你逛逛你的社區 可能其實是 你移民了來一段時間 可能幾個月 或者來了一整年 有些地方我都沒有去過 有些地方我都想去一下 想逛逛知道是什麼 或者想找人和我去買菜 因為我一個人可能 處理不了這麼多 自己一個住 這個Project 就是想提供的義工同僚 去做一些定期的家訪 在這些地方幫助你 提供一些社交支援 我們知道很多香港人來到 可能有些是老一輩的 可能會有一些長期病痛 可能有一些殘疾 變成他們行動起來更加不方便 當行動不方便 或者很多身體的問題 很多身體毛病的時候 更加不想出去 或者更加害怕一個人出去 有個義工在旁邊可以幫助你 幫助你和你一起去看醫生 和你一起去拿藥去買菜 或者很多人去看醫生 都會安心一點 走過幾次 你舒服一點 你習慣一點 其實都可以處理到 那時候 慢慢地會擴大自己的生活 可以敢去敢試的事情 希望借這個家訪的服務 去幫助香港人營藥 受眾 我們設定了30歲以上 有長期病痛 或者是長期病患 殘疾 這樣的問題 都可以來的 還有 我知道 有很多人來到 一家大小來到 又有四大長老 他們可能自己上班 又上班 但我爸爸媽媽 他們可能老一輩 經常一個人在家裡 沒有人陪伴 我又沒有辦法幫助他們 又要照顧孩子 在休息的時候 這個服務都可以接觸到他們 不如我和你爸爸媽媽 可能出去 和你爸爸出去 走個圈 沙步 喝杯咖啡 這樣變成他不是在家裡 一個人 可能平時當我不是在家裡 我去上班 我爸媽就只有他們兩個在家裡 什麼都不能做 什麼都去不了 這個服務都可以接觸到他們 變相 他們可以支援到他們的時候 我都可以有少少空閒時間 給自己去休息 所以也對一些 要照顧 可能有長期冰彎 照顧老人家的人 是一個幫助來的 對 你想一下 例如 我不知道你 可能我 英文也有啥啥 當然你學習英文 我當然是完全沒有問題 日常溝通 講正經事沒有問題 我經常都看PMQ 學習英文的行動 不要讓北美行動影響到我 之前我在新加坡工作 不要讓新加坡行動影響到我 但如果你說到看醫生 我肚疼 肚疼 肚疼是很多原因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病了 排NHS排到下個星期 但我是急需一張醫生證明 因為我交不到那份功課 我要遲多一天才可以去交 這樣也不同 我遍遍不果 然後完全不知道 除了NHS可以怎樣看 上網網的資料 還有Private GP 然後終於去看Private GP 醫生問我 你什麼事 其實那時候我已經病了 因為那些細菌的腸胃炎 那個人是發燒 那些 我們就說 Beef Pingful tummy 然後就開了Google 那些細菌出來 跟他講哪個部分 覺得有點疼 然後去廁所去到幾次 然後已經去到火水 那時候 都覺得很無助 每天年輕人 我們去到 可能我們自己都需要適應 跟黃論 幫我們再年紀長一點的長輩 去適應在那裡的生活 尤其可能真的有些很實際的問題 都是 這件事都是很需要的 還有 你剛剛說到 對於年齡人那裡 對於那些子女也是 你常常是回到阿公 媽媽打來 我們從新地方 又不知道 在那裡上班聽電話 都不行 會被老闆罵 很難才找到工作 然後又很害怕 這些服務 起碼讓我們可以 雖然我不是英國 但起碼可以去到英國的人 都會放心一點 那現在這個服務 大約是怎樣的 不要說 大概維持在哪些地區 或者是 希望可以有幾多人參加 等你們可以壯大 或者是之後可以再看 怎樣研究 服務多些受眾 我們這個服務暫時 因為那個伏打是 Thrive London 的關係 服務範圍 只限倫敦 即Greater London 在內 所以 在這個區 可能多些香港人的區 包括 Kingston Hammer Smith 東倫敦 Central London 全部都包的 我知道去到 去到 Surray那邊都包的 因為Surray 剛好 都納入了 Greater London 的範圍 其實 那 服務範圍在這裏 我們剛剛第二個問題 有多少人數 是的 我們預期多少人數 當然就越多越好 但是其實都 這個project 就很新 其實英國自己都沒有很多類似 提供家訪服務的機構 就真的 枉率是一些對移民受眾 其實很少 沒有多少 我們都沒有多少的 可以參考 就已經做了這件事出來 其實是半事不性質的 其實就是借這一個 這次的服務去了解到 這件事是不是香港人需要的東西 的時候 我們 我們 完成了這個project 我們都會寫一個report 給Five London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recommendation 去講 其實香港人是需要這件事 這個是NHS cover 照顧不到的東西 這個是其他本地機構沒有的東西 而其實其他本地機構 未必提供到很有效服務的 就是想像一下 你家訪的 我都不懂得說英文 我來了一個 只是一個懂得說英文的人 你不會做到一樣的效果 所以就是 希望就是完結這個project 我們有資料 有data 可以告訴政府 其實有這個 demand 而這個 demand 其實是很大的 目前香港人其他移民群體 都會有這個難題的時候 變成就借這個 我們叫試驗的project reach 去發大它 可能其他地方 其他多香港人的地方 例如 Manchester Burming Warrington 這樣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 拿到資料 延伸過去 去那邊 找義工 找人去幫忙做這些家房服務 這樣 是 OK 所以現在我們太好了 這個是在Greater London 也會有 如果有行 我又回到倫敦 我又有需要 我可以數數時間 OK 我都差不多可以接受 接受這個服務 如果我真的想接受服務 說說說說說 我突然想起 就是我以前 就是在倫敦的時候 就是 我臨過COVID之前 就離開了倫敦 就是 在COVID爆發期間 我回到那間教會 就是在 不好意思 我讀了 好像 我講了很久 就是 我看了十幾二十年 中文聖經 你叫我一下子去聖工會 聖媽媽 也有中文服務 也有廣東話的 不過 就是很多 都比較年紀 比較長的人 以及聖工會 他們有很多儀式 我就是浸信會出身 我經常上聖經 所以我也有去教會 教會的時候 在COVID期間 他們就有一些服務 應該都是短期的 就是去幫那些 就是 老人家去買菜 或者去照顧一下 他們的心理健康 我相信 因為 你 鎖單長期在家裡 那些人都很不開心 就是去幫那個社區 但是你真的說得對 就是他們 或者我們 暫時所見到的服務 可能是一些 就是短期性得 或者是 受眾 所有人 所以 沒有一些 針對移民群體 特別是 香港人 講廣東話的群體 那這個服務 就是很需要的 那 那如果 譬如 好了 我數數年日 我都差不多了 我都可以參加了 那如果想參加 那有沒有什麼程序 那些事情 會不會很難的 參加這個事情 參加方法 是很簡單的 因為都了解到 可能有很多老人家 會需要用到 那不會是很繁複的事情 那參加的方法 就是 如果你去到 港橋的網站 無論是 Facebook 去到IG 去到網站之後 在服務的一欄 你會看到 倫敦交付服務 按進去 有份表格 填了一份Google form 我們就會有專人通知 我們有兩位讀導員 會和你做一個簡單的評估 了解一下你經歷的事情 你需要些什麼 純粹知道 你需要的事情 我們義工幫到多少 支援到多少 即是給你一個期望 我們的義工不是萬能 但是純粹告訴你 我們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你還可以 是不是你都覺得 會有幫助的事情 如果不是的話 都可以給你一些資料 你可能需要其他的服務 可以在那個時候再長談 在那裡 最後簡單評估了 了解你的需要 我們就會安排一個義工 去配對給你 那義工就會再跟你聯絡 安排家房 跟你之前說的 你那個教會做的家房服務 差不多 都是一個短期的服務 去到最後 就是希望我們 不是一個你需要依賴的服務 而是一個 你借這個服務 你更容易起步 更容易去融入 所以這個短期服務 是維持對理 維持十個禮拜 當中可能提供六次的家房 加上一些電話的慰問 跟你聊聊天 那樣 就變成可以 中間不會沒有一個多禮拜 才懂得中 那樣 可能都會聊到 聊了兩次電話 見到幾次面 那樣 變成你都熟了 可以也可能有過幾次的活動 做過不同的事情 可能這次聊聊天 可以下次出去喝咖啡 還有下次去散步 有一次去買菜 有一次去拿藥 這樣 變成每一次都可以有少少的變化 這個很重要 就是做人最重要 有一個所謂攀頭 就是有些是looking forward to 就是looking forward to 今天有個義工會打給我 和我吹兩嘴 我looking forward to 下個星期日做個義工和我喝咖啡 就是在我們那個 就是 可能有時候 有些人適應得很好 有些人在 特別需要當作未適應得很好 的時候 有這些 有所謂人生命之外 那個叛頭 有個人可以 遇到一起 然後就會幫助你 扶你一把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在你和他聊天的過程裡面 就是譬如去了解他的需要 那如果說他很嚴重 譬如說很嚴重 我其實不只是覺得很孤單 我簡直可能再有些嚴重一些的情況 那遇到這些情況你們會怎樣呢 在遇到嚴重一些的情況的時候 其實這個未必已經是我們的家風服務涵蓋了的範圍 那其實很客觀的就是我們提供的服務 幫到你一個程度 可能你就算很想要人幫 但是我們不是最適合服務的時候 反而可能會令到你更加辛苦 可能設了一個不錯的期望給你 對哪一邊都不好 那我們可能在那時候做 似乎那個嚴重點是些什麼 會不會是和家人的關係出了問題 或者是身體健康出了問題 那可能就會似乎這樣 給回相對應的資料 可能你要找你的GP的 跟NHS去談的 可能需要專科的 那我們未必在那一刻可以跟你說 我們跟你去見醫生 但是給你一個方向 就是在融入的時候 我不知道應該跟GP說些什麼 我不知道應該bring up些什麼 我們都可能在那裡 給到少許的資訊 你可能跟醫生說 你正在經歷這些事情 他可能會轉介你去專科 給一些資訊 你接下來可以怎樣做 會有什麼效果等等 或者是我們都認識一些本地的服務的時候 都可以給回相對應的資料 未必我們最適合做到的 可能你需要一些比如家庭輔導 有一些本地的服務都會提供到的 類似的 我想是 是的 譬如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我是19年畢業的 19年9月畢業的 19年6月到9月那些時候 香港發生很多不開心的事 其實我文文不太寫 因為我每天都有看 為何會這樣 有看不同的影片 直播 去到一個時候 我真的受不了 就算有一點不開心 你很難用英文去說 自己的感受 可以很客觀 用學實英文去說 我現在遇到這樣的情況 但是 如果說廣東話 粗口華為悲 當然不鼓勵大家說錯話 我們基本尊重 我們可以說到自己 我口說我心 然後把我們母語的感受 說出來 因為譬如 覺得有點激烈 內心有點激烈 英文怎麼說呢 因為內心 是激烈 是激烈 好像以為是吃球 所以 用中文可以跟別人分享 那時候我找了學校 自己的 mental health 的人 去說 現在自己的情況 最後交道 但是 有時候真的需要一個出口 這個也是非常之重要 在你自己觀察裡面 其實 你說這個是一個 試驗的性質 在你自己觀察 個人經歷裡面 其實這些需求 是不是很大呢 其實很大的 譬如 我家人在英國 譬如 我不是跟家人住的 家人可能有病痛 可能他弄傷腳 或者他的腳抗關節炎 他那個禮拜可能走不動 走不動 走不動 或者他可能要康復 也要過幾月 中間他可能有 去買菜 又辛苦 又靜 我未必可能在同一個城市 我未必在同一個地方 或者再簡單一點 我可能要回到全時間 我也未必可以好好照顧到他 那哪一個 有什麼人可以看著他呢 這些其實都是 因為這樣 因為自己有經歷過 身邊的人經歷過 所以就覺得 其實這個都會有幫助 有時候 其實純粹 都未必是一個 需要很實際上 要幫他做些什麼 而是 如你所說 那一期 有很多很不開心的事情 需要一個出口 但是那種 那個出口 未必是 我需要健身 我需要健身 我需要心理治療 我需要輔導 未必是那種的 可能純粹就是 我想有個人 可以聽我腎 聽我爆粗 不鼓勵大家說 不需要說一下 抒發一下自己的經歷 想念的事情 那種情緒 純粹有一種 積了很多的情緒 要爆出來 要說一下 不是一個心理病的程度 可能純粹是一個 沒有人說 有一種很重很孤單的感覺 需要一個出口 一下的出口 短期的 其實都已經好很多了 就是可以充滿這些事情 因為本地服務很有限 很難用到英文去說 我知道NHS很多都會提供 翻譯服務的 但是你需要一個 你有一個症狀服務 我要療程 或者我見醫生 他提供一個翻譯員給你 你不能說 我想腎一下 你可以找一個翻譯員 不會 所以就是這些可以 要腎一下 要出口的事情 希望可以涵蓋到 自己都經歷得多 不希望每個人來到的人 都要不斷地經歷 而沒有幫助 那個伴侶很重要 就是好像在這個 追求自由國度的道路上面 有一個人陪陪 然後這些人都是 可能經歷了 然後就走過來 他們可以 他們可以 自己可以 不過純粹是 講入場生活的個人感受 都是講回廣東話 因為是多受賤感 我們可能會寫三次比亞 那些十四行詩 廣東話expressive 你又說得真 貼近自己的 找得比較容易找到要的字 找得到想表達的意思 因為我也知道 我和本地的朋友去聊天的時候 是很難的 你找不到對的字 你永遠都不是說真心話 好像在找到最接近的意思 是不足夠的 而這件事也不是翻譯 每次提供到的東西的時候 有個人同情同氣 真的坐在旁邊 就算他不一定是一個專業的輔導員 起碼他在旁邊是一個廳 是一個樹洞 你說完舒服了 的時候 或者見他幾次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是的 還有其中一個 還有其中一個在公共政策的層面 就是當這個服務 真的可以服務到一些人群 對社會的影響 對新人民群體 對香港人的影響 對英國的影響大的時候 就像之前在美國有些人去 或者其他地方的人 建議大家去做人口普查 或者一些社會的數據分析的時候 就填自己香港人這樣 我們有了這些數據之後 我們就可以長遠地再 可能要求有一些這樣的服務 或者是繼續做一個這麼好的項目 令到多些來到的人受委 長遠來說都很幫助到新來的香港人 可以很適應英國的秀立 好 最後有沒有補充 有沒有東西想說 補充嗎 我想最後補充就是 大家可能看到這條片 看到今天的訪問 覺得自己適合可以報名的同事 都其實留意一下身邊有沒有被忽略的一群 因為我們最希望幫助到的是一群 可能有長期病痛 就是你在社交活動裡面 你未必那麼容易見到他們 他們可能不出街的時候 身邊有沒有這樣的人 你覺得可能他需要這一件事 但是他平時不太出街 不太出去社交 你不知道他過得怎麼樣 而知道他好像很孤零這個人 就是那些人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最幫助到的人 所以看到這條片的人 除了想自己 我適不適合呢 我夠不夠30歲呢 或者我附近這條片 你都可以儘管分享給身邊 你覺得可能有需要的 可能是家裡的老人家 需要你一件事 可能是你身邊有一些朋友 他好像差一些 可能有個人做家訪 幫忙幫忙幫忙 幫忙幫忙 所以我們在英國適應的生活 會越來越好 謝謝你 謝謝你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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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